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增速 营收增速已经回落到了只有50%了 另外一方面来自于可口可乐和百式可乐的围剿 并没有停止过 有市场人士表示 2022年两乐就是刚刚说的可口可乐和百式可乐 将继续是控制元气森林上游供应链 甚至是包括切断平盖供应上的供货 一份来自可口可乐内部 这个有一个策划资料叫做蒙占元气 当中就显示到说 这个竞争已经是到达了销售中断了 4月有科技媒体就报道 元气森林21年的销售应回收款项 达到了73亿元 这个消息减少了市场对于元气森林的一个质疑 但是记者也是从元气森林的内部 就知道说其实并没有达到73亿元 去年少用供应商对元气森林断供 造成元气森林直接损失的销售额是将近10亿的 元气森林内部人士就透露说 如果没有断供的话 应该是可以达到这个数据的 对线下市场更为熟悉的饮料业内人士 是成为了率先不看好元气森林的一群人 当中有一位饮料行业一线中层 就曾经向媒体表示说 市场维护跟不上 现在基本上货都是往外倒 专门导货的客户天天都有元气产品 看来这个终端消化不是很好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窜货 它就是导货 就是说一个地区商品 它激货太多卖不出去的时候 这经销商它就把这个商品 倒腾到另外一个区域了 然后产品的市场价格 可能也会因此而变得比较混乱了 去年的压货特别的多 有一位行业高管 就是证实了元气森林去年销售情况 因为这个元气森林深圳区域的经销商 也表示说因为南方的饮料实在竞争太激烈 元气森林在这个区域做的并不好 压力也特别大 确实真的品牌竞争是非常的激烈 只要大家到便利店里面去看一下 在陈列在上面的一些品牌 你就知道这个厮杀是有多么的惨烈了 早在2021年的时候 娃哈哈的前策划总监就曾经预测说 元气森林的业绩目标定得太高了 这样会导致职业经理人为了保住饭碗 向渠道压货 功过于求 价格就会下跌 他也表示说等到渠道伙伴卖元气森林不赚钱的时候 也就是元气森林要退出饮料江湖的时候了 没错 今年这个预测其实已经部分实现了 首先就体现在这个价格上 一线市场人士有告诉媒体说 部分的中端超市的气泡水 元气森林气泡水都降到三块钱一瓶了 而元气森林却在4月份对自己的气泡水系列实施涨价 每一件价格涨到4块 那这就要直接威胁到了经销商的利益 从官方数据来看 元气森林降速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 4月15号 元气森林副总裁是透过元气森林 2022第一季度营收增速是仅有50% 那么与此前刚刚说到的动作就是翻倍的情况 已经是相去甚远了 他同时也是表示说 2022年元气森林要回归一家传统公司 未来三年保证50%到60%的年化增长就可以了 云联行业中曾也向媒体透露说 去年开始元气森林就开始出现了 大量的人员流失的情况 工资底薪从5、6千降到了2、3千 社保也按最低党来缴纳 导致员工离职率非常高 这也是一线产品维护不到位的一个原因之一了 媒体也从元气森林业务员的这个地方 来了解到了 它的一线业务员的这个销售奖励 也是在下降当中 年终奖相比于往年也减少了很多 去年这个赤险唐纯的厂商三元生物 在暑期是突然对元气森林断供了 导致了后者销售忘记停产 供不上货 损失是有小十个亿 那么今年类似的情况也可能还会发生 21年初有媒体也说 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内部就放话说 我们今年要消灭元气森林 对于元气森林来讲 来自两乐的威胁从来都没停过 19年9月份呢 可口可乐的猛战元气 主题的这个对战计划开始 策略包括用可口可乐的五糖系列产品 包括零度可乐 雪碧林卡 还有芬达林卡 还有雪碧纤维小宇宙等等 来冲击元气森林的线下终端客户 会议记录还显示线下的战略 比如说元气森林产品两侧 陈列可口可乐的产品 元气森林产品两次分列 分别这个陈列各四个牌面的公司产品 一侧释放啊哈系列的各两瓶 一侧呢是放置五糖系列 奖励十元一家 抢占元气森林冰柜一层 陈列冰柜第三层或第四层 充公式成列了五糖系列产品 奖励是每家二十元 接触可口可乐的内部人士就表示 今年两乐会继续断供元气森林 瓶盖和原料 那此前元气森林创始人 在公开的报道中说 为了瓶盖在五菌生产下 难以拧开的问题 公司从德国 它引进了一个瓶盖的工艺 改进整条产线就花了两千多万 其实啊气泡水这个品类 在今年的热度是整体下滑 也是元气森林遇到的挑战之一 有经销商表示说元气森林气泡水 已经是遇到了增长瓶颈 在今年将会面临不小的销售压力 那么除了这个品类的热度降低 来自于可口可乐 农夫山泉 洗茶等等 这些净品气泡水的压力 也是越来越明显了 相关媒体称啊 气泡水品类已经发生了洗牌 19年之前元气森林的市场 占有率达85% 20年竞争对手全部跟上来 到21年下半年 元气森林的市占率 已经是最多50% 可口可乐 小宇仲 啊哈 还有像农夫山泉啊 苏打气泡水 分别是占25%和18%左右 今年老牌饮料巨头达能 也是推出了气泡水产品 给这个赛道带来了新的选手 气泡水增长 遇到了天泡板之后 也就意味着元气森林 需要找到第二条增长曲线 此前啊 燃茶和乳茶也是元气森林 赋予重望的两款产品 但是两款产品 其实销售并不理想 外界推测22年的元气森林 大概率会把这个爆款压在 外星人签茶和有矿 三个产品身上 元气森林的副总裁说 外星人电解治水啊 是第一季度单月销售额突破一亿 是去年同期的2.5倍 另外一方面 从去年底开始 元气森林的这两款新品鲜茶 和矿泉水有矿 目前已经是成为了 内部新的战略级产品 在今年4月全面推向 国内的线下去道 嗯 但也有饮料高管就说 对元气森林的产品提出质疑 比如说啊 力图去大力布局有矿矿泉水 那么首先元气森林的水源 在云南运费很贵 亏钱的买卖 不同于普通的饮用水 矿泉水对水源地要求很高 其实业内早就开始 对这个矿泉水的水源地 开始争夺 所以说元气森林 能不能在未来的很多 这个混战之中冲出来呢 我们也可能只要 交给时间区回答了 这一时段的财经世界 就先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